高雄縣的小林村不幸被土石流滅村 不過現在感人的故事陸陸續續被挖掘出來 在8月9號的清晨 當時擔任公車司機的一位小林村的村民叫做邦榮貴 他放棄了自己逃生的機會 他開了公車 希望能夠載著40多名的村民一起下山逃命 想不到半路遇到了土石流 全車40個人一起滅點 我真的是無法接受 那麼好的人 真的很捨不得 失去親人的悲痛 來自小林村的邦家六姐弟心如刀割 土石流滅村前一刻 擔任公車司機的父親邦榮貴 原本可以帶著母親和小外孫下山 在自私和大愛之間掙扎 他們的父親選擇了後者 那天說幾到三十幾個人 開到我們家再下來一點的大廟就全部都沒了 事情發生之前 但他有打電話跟他同事有通聯 對呀後來就電話都打不出去了 8月9號清晨 邦榮貴冒著大雨 開公車帶著40多名村民一起逃命 慘遭滅定 8月10號值班表還出現 邦榮貴的名字卻再也無法出情 起初讓邦家人女很不諒解 在高雄客運服務20多年的父親 平時熱心助人 只剩一年就可以退休 卻再也無法享福 我爸這種表現我們其實我們做子女早就知道了 對呀 他從去年颱風他也是這樣 他的精神我們真的是很感動 可是我很不捨 來不及不辦的父親節 一張張往日和樂的家族聚會照片成了心痛的追憶 邦家姐妹哭成一團 邦家二姐更痛 一夕之間失去了父母 還有一歲的小兒子 我們在討論說要買很多玩具給她的 現在都有燒的來不及 志心走了娘家也沒了 唯一留下的是父親捨身救人的精神 將在家族間流傳下去 中天新聞裡面的任以芳 高雄小林村採訪報導